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急不及待再推出2,000亿关税 10% 货品稍后再做多一个给货品看 但先几天看着贸易战 没有想着货品会这么快去刺激 而媒体也说得非常紧张 所以先几天说 如果美元兑人民币达到6.75% 我自己也会买人币 但这消息后 看看市场非常沸沸腾腾腾腾 再看一张清单 195页的货品 可以说是全中国输入美国的货品 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市场变化了 我亦要改变 我今天在这里 希望你们秉承我这个金融无间道的宗旨 以吹吉避凶 这真是凶 凶险的凶 不知是凶兆 初初是凶兆 我都没害怕 现在是凶到进来 我希望暂时抛开所有想买什么 想买什么的念头 不如趁现在世界杯 慢慢欣赏世界杯 好过进入市场 弄得自己的心十五十六 我昨天在视频上提醒了 要全部取消所有念头 原本以为暂时不谈关税战 连谈都谈厌 但特朗普昨天这样做 我今天不再谈又不行 急不及待 已经很明显 特朗普是自在必得 自在必得 用中国人那句 自诛死地而后生又可以 这一段 是整个课出来的 你们应该知道 本来实际上 是全港唯一一个完全没有勾论的视频 虽然我经常都在谈论 但每一句说话和评估市场 都是有根有据 加上推理的 如果没有根有据 我又不告诉你们 就这样说 这样吧 好像神 我永远做不到 因为我不是神 为何我说 他自在必得 当然有研究过才说 香港不是顺口开河 一组美国UST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美国商业代表已经公布 现在正在仍然密切调查 301个案子 是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一个报告 是8月20日至23日正式公布 301个案子 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报告 昨日急急推出这2千亿 就是很明显 调查已经开始有眉目 而这2千亿关税 已经早已准备定 在8月20日至23日一公布 在9月前立即判死刑 分分钟会再加多2千亿 现在证据确证 再加多2千亿 除了这2千亿 这2千亿就是预早密谋做定 稍后再做多一辑关于货品 便会知道为何他用这么多时间去做 自目前为止 特朗普很紧张自己说过的事 一定会做 至目前为止 大选前所说的各种方案 各种想法各种经济 对政治有关的 甚至只是美国第一 这个口号都说得出便去做 我不是说他说得出便做得到 很多事不容易便做得到 但说得出便去做 他早已说 只能增加你关税 只能打你 你不准反抗 如果反抗便增加2千亿 现在就是增加2千亿 因为中国一开始以眼还眼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这2千亿怎可以不做呢 我估计会在9月前打铁趁热 立即生效 这一战是第二战 而我估计中国一定奉陪 以牙还牙 美国输入中国的有型货品 有没有那么多 让中国列表出来 好像他那样列 我一会告诉你 他怎样列出来便知道 这一直是一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 中国一反抗 特朗普就名正言顺 再增加多2千亿 加到总共4千5百亿 换句话说 如果真的加到4千5百亿 是几乎全面性 全面向中国所有输入的产品加税 连一粒瓜子、一粒豆、一粒芝麻输入 都要加税 这是他向伊朗说 要全面性商业制裁 他向北韩说要全面性商业制裁 他根本是一组密谋 就是向中国全面性商业制裁 因为中国不听他知笛 所以我上几日供给你们的关税 影响GDP的表 我们可以批评一声 Scenario 1、2、3都不用看 直到看到第4那里 即是最大关税的难已经足够 本来在上星期仍然不可能100% 这个关税战特朗普会瘋得如何 谁能看得到 而且瘋得多急、多快 大部分很多传媒都一直不觉得 有种感觉会演变到这么坏的阶段 经常说会谈判 会这样、那样 而中国也有些不太强硬 除了语气要强硬之外 措施一直行动也不太强硬 所以连全球有名的研究部门 都只能以不同的Scenario 作初步评估 但现在可以立即跳到最坏打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仍然会去到6.75去买人民币 这真是妖言或中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先取消这个话题 我们要吹吉避空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这个最坏打算对美国本身有什么影响呢? 我一直没有说过对美国的影响 一定会影响到美国本身的GDP 尤其是通胀 这措施一直走到Scenario4 通胀一定会来 通胀上升也正好配合到 美国联邦处备局的缩表加息程序 因为为了缩表是一定要加息的 只是因为缩表已经在程序上要加息 在这个加息之中 而通胀没有跟着 便说不到去哪里 所以这是他早已预备的措施 即是美元的利息会一直加 美国是得势不饶人的一个国家 一定不会再跟中国浪费时间谈判 谈什么? 已经谈够了 先四虎仗去中国 再派几个去中国 中国又派过来 再派国防部长去 已经谈够了 知道中国不会跟伊朗买油 是站在伊朗那边 所以今次是直倒黄龙 最大原因是 中国一定不会像欧盟和其他国家 日本、英国等 看到特朗普便脚都远了 虽虽地屈欺在特朗普的脚下 一定是中国不会屈服不跟伊朗输入石油 而特朗普便要打低伊朗 奪取石油的垄断 从而保卫油园 这是最终的目的 这是现在中美开战的关键 特朗普又说不公平 知识产权、301个案子要调查 甚至关税战 都是一个违逼利有的借口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 我就做这件事 现在他真的不做这件事 他就是做这件事 他连同英国、法国借口 英国、英国、法国那些飞弹进去 射进去那些说 赘利亚在那里有化无的地方 验出来是完全没有的 但谁插张嫁祸 杀害了赘利亚平民和儿童 因为真的有图片出来 是杀害了平民和儿童 真是有死人 我觉得是美国自己去杀 这国家是邪恶的核心 他不理 他要达到目的 在别人的国家里杀别人的平民 如果真是打起仗来 美国死定了 这不是人者之师 而且美国人是最怕死的 如果飞弹横飞时 射进去美国 看看死亡有多少人 看看害怕不害怕 还有在英国一男一女中毒 又赖了是俄罗斯 现在无端白事 那两个人死都死不去 如果是俄罗斯 怎会死不去 我告诉你 看过间谍片 他要你死就死了 而且又突然多了一对男女 又是中毒 证明根本不是俄罗斯 他用这个借口去诬猎俄罗斯 用刚才所说的借口去诬猎敘利亚的阿萨 他想杀伤你 他想杀你 他想像杀丹姆猎俄罗斯 根本上都没有武器 又是FBI和CIA制造出来的 他就吊死了别人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民主国家 越讲越生气 现在只有一个答案 人类大多数是为何民主有他说 而人类大多数是愚蠢 大多数人类都是愚蠢 总之关税战会打到底 打到美国可以拿到他想拿的东西为止 要打到打低中国为止 有特朗普那天中美一战 至少六七成无可避免打仗 我估计会在Straight of Hormuz 中美和伊朗都会在那里 因为那是主要运游的运河 第一颗子弹 第一砍炮 就会发生 基于以上我改过 先几日前 还想在6.75买美元兑人民币 我不是说他会跌破6.75买美元兑人民币 而是我不会去做一些 风险太大的一件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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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